大家好,我是再忙也要自己做饭的车里,今天接着跟大家说说城乡购物中心食品会里的吃食,就是说的是鸭子。 18块一只的烤鸭你吃过没?一只外卖烤鸭你觉得应该是多少钱,才是比较合理呢? 我对御师园的印象还停留在老北京国府密件上,他家的国府密件也确实是招牌主线,平时去超市也常看的见。 在食品会看到他家居然还有工厂店,而且这工厂店居然是卖烤鸭,有点小意外。 要说这鸭子真的是小,瞧着也就是一斤左右的模样,没看了生胚,感觉店里没有条件像饭店里那么处理鸭子,出品的鸭子瞧着色不那么匀,皮肉也连得紧。 可瞧着价钱,原味带荷叶饼也就48一只,要是全货的一套也就68一只, 你们觉得价钱怎么样? 市场上的烤鸭大概率是樱桃骨鸭,就是北京鸭与辅国当地野鸭杂交的品种,生长快,出入率也高。 重点是,饭店里的烤鸭跟超市里的烤鸭,无论是鸭胚的品质还是烤制的方式都不大一样,当然价格也就不一样。 这烤好的鸭子得趁热吃才行,我去的时候不是饭点,那么顾客买回去那鸭子真的好吃吗? 一只好吃的烤鸭应该皮香酥,肉鲜嫩,现烤现片现吃才是最好的,买了回家吃的那种,就味道的要求就得放低很多。 亲,你们觉得这种鸭子会好吃吗?这个价格你们会买吗? 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关注我并且一键三连,等我更新哦。